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蒋农姐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联县112年动员占纵级防灾三汇报 第二次定期会议召开 由这个汇报的召集人县长徐正伟主持 除了颁发新任委员的聘书 也颁发112年全民防卫动员 既灾害防救演习等有工单位 并勤勉各单位持续发挥好横向联系功能 全力投入好这个防灾的演练 才能合力并沉着的保卫家园 花联县112年动员占纵纵级灾防三汇报 第二次定期会议 日前在花联县消防局六楼灾害应变中心召开 由汇报召集人县长徐正伟主持 包含行政院动员汇报于瑞腾上校 中央灾防汇报李延益参议 及县福乡镇市各局出首长共同与会 每一年上下半年两次的战众汇报 我想这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因为演习如同作战 所以我们要倍加的省慎 而且谨慎了解相关的单位的夜管 现在台海两岸的关系非常非常严峻 而世界上当然也有欧乌已经打了一年多的欧乌战争 又有美国世界第一大国在其中 夹杂的非常非常多的人不可抗 也不可抗以及不可推测预测的一些状况 所以全民国防显得在这一两年来说 非常非常之重要 而我们如何让平日时间能够有备违换 是无敌之不来而是无容而以待之 接着颁发同心33号演习 即全民总力验证 及112年全民防卫动员暨灾害防救演习等有工单位 此盘透过定期会议 在近年两岸台海关系严峻 国际乌尔战争议题下 持续强化民众全民国防议事 平时做好整备 暂时发挥战力 合理保卫家园 记者蒋邦彦宴 黄理事报导 在这边的布置 帘船转道 我们可以找到 一个图子的布置